大家看到近期英国伦敦暴力犯罪频发 仅在上周末伦敦就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 目前警方仍在对其中的四起暴力事件进行调查 此前伦敦市长曾表示 暴力犯罪高发令人无法接受 据英国媒体报道 上周末既两名男子分别在伦敦温布利地区 遭遇枪击身亡后 又有一名男子在莱顿地区遭遇枪击 与此同时 在布莱克西斯地区 又有一名女性遗体在垃圾桶内被发现 目前警方仍在对这四起案件进行调查 枪击事件的嫌疑人仍未找到 此外8号 伦敦警方还逮捕了一名男子 他于7号刺伤了一名母亲和他的三个女儿 近年来伦敦暴力犯罪 特别是持刀犯罪居高不下 英国媒体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2018年的持刀犯罪事件数量 比前一年上升了16% 2018年伦敦共发生凶杀案 134起被伦敦警方称为最血腥的一年 对此伦敦市长萨迪克汉表示 暴力犯罪高发令人无法接受 警力缺乏是导致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 根据英国内政部的数据 英国警察数量从2010年的超过14万人 减少至2018年的12万余人 由于警力不足 英国警方实行的街头搜查次数也明显下降 英国内政部表示 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在街头叫停行人 并进行盘问和搜查的次数 从2009年到2010年的每年约140万次 下降到了2017年到2018年的 每年不足40万次